原创不易,请随手关注。 作者,一品文团队刘伯温,《巫授权尽传》。 众所周知,当年中越边境的老山之战,绝大部分时间,我军是与越军各自驻守猫耳洞少尉,相互对峙和交火。 我军正是回忆,想在猫耳洞中生活,首先要紧盯着洞口。 当时我军与越军双方的洞口,相隔最紧的仅有四五米。 那时,一座小山上有上百个猫耳洞少尉,真正是敌中有我,我中有敌。 越军经常会来偷袭,趁我军不备,从猫耳洞口丢进来一个手雷,一束手榴弹,甚至一根爆破筒。 猫耳洞的生活提心吊达,每个夜晚越军特工队都有可能搞偷袭。 曾经有一个晚上,风雨大作,电闪雷鸣,越军特工摸上我军的一个阵地,借着一道闪钉看清了我军猫耳洞少尉的一个尸击孔。 越军特工不动声色,等在一道闪电时,单场为准猫耳洞射击孔,打进一缩子弹。 洞里驻守的我军战士,不幸一死一伤。 还有越军特工,送着战地电话线,发现了我军洞口,从而偷袭的手的站立。 前面说离越军阵地最近只有四米的猫耳洞,由于离敌人太近,要依靠我军其他阵地的火力掩护。 其他猫耳洞少尉,不断朝该少尉的周围标定时机,让越军无法接近。 这样的少尉的军事价值在其次,更多是代表着我国的领土,意义重大,必须坚守。 当时我军有着阵地孤立前出,离越军营指挥所才二百多米,以后边我军自己最近的阵地却还有四,零零多米。 1987年4月28日,那天是我军收复老山三周年纪念日。 当天下午四点,越军开始零星炮击。 午夜零点四十分,越军斗然向我军阵地发动密集炮击,战斗就这样开始了。 参加战斗的我军战士之后回忆,越军的炮击非常密集,仅仅十分钟就落蛋二百八十发。 我军的一号,二号上尉,都被越军的炮火掀翻。 与此同时,越军一个家前半分三路,向我军阵地包抄上来。 二号上尉里的我军战士首先发现敌情,马上报告,越南鬼子上来了。 越南鬼子我军四号,五号上尉,也同时发现了敌情。 我军指挥员马上下令,起爆几个方向上的顶向地雷,将越军阻置住。 紧接着,我军呼叫炮火支援。 我军的炮兵围绕着阵地进行炮击,以圈取炮弹落在阵地四周,给予越军重大杀伤。 然后,我军又用迫击炮向中间吊射,杀伤渗透进阵地的越军。 战斗进行了二十多分钟,才渐渐平息。 越军此伤不小,撤了下去。 凌晨四点多,越军又上来。 越军这次是敲敲摸上来偷袭,突然扔出一个炸药包,先翻了我军的六号上尉。 越军趁机进攻,又踏上了七号上尉。 越军战士从猫耳洞里冲出来,展开交叉火力,只用了十八分钟,就将越军击退。 凌晨五点半,越军第三次摸上越军阵道。 其实,这次越军不是来进攻,而是来抢回他们阵亡士兵的尸体。 越军只能让越军自由来去,又是用火力扎呼。 这一次,又击毙八名越军,收复老山三周年的马尔洞外基站,我军大获全胜。 有什么意见,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。 关注微信公众号,战争时,多位专家将在公号中将继续为您解读。 独立专业,有种有料,请用微信搜索公众号,战丁史。 收看全部战丁史政治军事历史精彩内幕解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